周宇楼被夏楚容步步紧逼 逼到了不敢开手机 不敢接电话 但是在婚嫁后 周宇楼上班的第一天 夏楚容还是不请自来的 站到了周宇楼的办公桌边 夏楚容让周宇楼娶她 这可真是让周宇楼猝不及防 周宇楼瞠目结舍 愣了一会儿 觉得没必要再待下去了 这个女人已经完全不可理喻了 她站起身走到门边 伸手去开门的时候 她听见夏楚容在身后说 你前脚走 我后脚就离开这儿 我到公安局 坦白你杀人的事 周宇楼转过身 惊讶地看着她 这个女人刚才说 你杀人的事 夏楚容看着惊讶的男人 声音低沉 但格外清晰 我会先把我们俩的交往说出来 我们每次的聊天记录我都留着 电信局的单子上 也有我们的通话记录 亚都饭店的人 可以为我们的见面作证 更可以证实 你和唐凯的冲突 那些都是你的杀人动机 至于杀人时间 你更充分 参加你婚礼的人 不知道你会为什么迟到了那么久 现在只是缺个人告诉他们 在他们等你的那么长时间里 你正在楼下 杀死你情人的丈夫 周宇楼瞪着夏楚容 她想说点什么 但是嘴巴发干 什么也说不出来 过了一会儿 夏楚容接着说 你觉得我在说梦话吗 她摇了摇头 没有 有一件事我现在应该告诉你 上次的电话 我录了音 上次的电话 周宇楼想了片刻 突然 她全身冰冷了 她响起了上次的电话 怪不得 在那天整个通话的过程中 夏楚容始终都没有问过她那个问题 你该不会到公安局去告发我吧 后来周宇楼还考虑过 夏楚容杀了人 有直接的目击者 她最担心的 就应该是目击者的举报 但是她居然连问都没问 这可不太符合常人的思维 现在想想 她明白了 她当然不会问 因为那就等于告诉了警方 人是她夏楚容杀的 然后呢 该死 因为然后几乎所有的对话 都被夏楚容牵引着 以你为中心进行 她一直都在说 你怎么样 你的指纹 你太粗心了 你落下了名片 有人喊你的名字 大家怀疑你了吗 警察找你了吗 你紧张了吗 唐凯的脸白得渗人张着嘴 好像有什么话要对你说 等等等等 这一切听起来 好像你才是杀人案的主角 而她 只不过是一个清白的目击者 还有 那句话才是最要命的 夏楚容说 我忽然想起来 你好像把血 蹭在身上了 衬衫上有好大一片红 天哪 这是多么明显的暗示 那正是在努力的 想让警方知道 刺进死者身体的那一刀 就是由她周宇楼 亲自完成的 周宇楼又想起来 还有那一句 真的 你换位想一想 要是我杀死了你的妻子 天哪 多么阴险的文字游戏 换位想一想 是我杀死了你的妻子 那么换位之前就应该是 你杀死了我的丈夫 那句话原本应该是 要是我杀死的是你妻子 而偏偏被她说成 要是我杀死了你妻子 一字之差 天壤之别 无辜的目击者 就这样变成了真凶 而真凶呢 却摇身变成了 小小的帮手 怪不得她那天 每句的体温 都显得那么周到而细致 怪不得她那关切的声音里 还透着紧张 歹毒的女人 魔鬼般的心机 一切都经过了 她周密的策划 不动声色的 给自己设下了一个陷阱 和弥天的圈套 上次的电话 录音 周宇楼忽然有一种冲动 想扑过去摁住她 让她丝毫没有反抗的余地 顷刻之间结束她的生命 不管用什么方式 但是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周宇楼只能慢慢地站起来 走过去 坐下 坐在了夏楚容的身边 看着她的脸 包房的光线 让夏楚容的脸 看起来白森森的 像一张死不瞑目的画像 一定要那样吗 那要看你 可是我怎么可能娶你呢 我有妻子 我原来也有丈夫 那你是想 让我也杀了我妻子吗 你们要是分手就不用杀了 你怎么知道我愿意娶你呢 我没说你愿意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 那要彼此愿意才行啊 谁都有机会做不愿意的事 我也做 那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夏楚容反问她 周宇楼摇了摇头 但是我爱你 夏楚容把一只手 放在周宇楼的肩上 专注地看着她 求求你了 和我在一起吧 别逼我做傻事 要不是为了你 我不会那么冲动地去杀人的 但是为了你 我什么都能做 夏楚容的声音 渐渐地由清晰转入泥南 真的 雨楼 请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做个好妻子 给你别人不能给你的快乐 从那天一见面 我就知道你是我的男人 我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对 你别扯磨我了 这些天你都把我的心伤透了 你故意关手机不理我 你连骑马的关心都没有 你知道我为你受了多少苦 造了多少罪吗 我总是怕着能梦到你 但是我的梦不争气 到头来总是梦见唐凯向我走过来 我知道她恨我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我必须杀了她 因为她是多余的 你才是我命中注定的丈夫 雨楼 求求你 让我做你的女人吧 真的 老天就是这么安排的 我才是最爱你的 雨楼 我爱你爱得都发疯了 雨楼 天哪 到最后 周雨楼和夏楚荣 达成了共识 共识 是的 就是共识 事实上到最后 周雨楼真的害怕了 夏楚荣的情愫连绵不绝 渐渐地从泥南变成了梦意 逻辑混乱 徒子不清 抽气哽咽 周雨楼接连叫了她好几声 她才打了个机灵 从痴迷中出来 但情绪仍在继续 她满含泪水地说 我说的都是真的 求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周雨楼赶忙打断她的话 为了做得像 她甚至握住了她的一只手 然后 又谈了一会儿 他们就达成了一个共识 那就是 周雨楼会考虑 取她的事 但是要给她一些时间 回去处理各种问题 还有 为了安全起见 最近这段时间 两个人绝不可以再有任何联系 这就是 他们的共识 周雨楼必须这么做 也只能这么做 先拖住夏楚龙 再想办法 周雨楼知道 麻烦来了 就在周雨楼和夏楚龙 在歌厅里达成共识的时候 人会刑警大队 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 当时 黄大声也在 这一周以来 富安命案的进展 颇为缓慢 警方查看了 唐凯的手机通话记录 没发现什么 在小区走访时 邻居们都反映 那小两口看起来十分正常 丈夫老实本分 妻子安守复道 隔壁的人 更是作证 从来也没有听到过 他们吵架的声音 在嘉义公司 人们异口同声地说 夏楚容为人很好 文静善良 家里出这种事 纯属老天瞎眼 在唐凯公司 花的时间是最多的 台湾老头反复强调 公司从没给唐凯 安排过任何去 富安饭店的差事 再说唐凯那两天 患了感冒 公司根本就没让他上班 所以唐凯出事 完全是属于私人原因 跟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然感冒的事 在夏楚容那里 得到了证实 唐凯的同事们 大多反映 唐凯这个人不错 老实 没什么不良嗜好 话不多 不像遭灾惹祸的人 但是也有人说 唐凯属于那种 闷骚型的 这种人表面上风平浪静 实则深藏不落 没准 真就有什么惊天秘密 是所有人都想不到的 那是什么样的惊天秘密呢 所有人都想弄清楚 唐凯那天究竟是 为什么要到福安饭店去 警方也尝试了 从饭店的员工和客人身上 找到突破口 但是收效甚微 这期间 警方还获得过 其他一些零星的线索 比如唐凯曾经因为 一个同事欠债不还 跟那个人发声过口角 还动了手 再比如 在福安饭店附近 抓获的一个罐偷 曾经有过在作案中 实施暴力的底子 等等等等 当然 追查下去 这些都与本案无关 不巧的是 几天前 王林那个小组 负责侦办的 另一起案件 突然出现了线索 隐匿了很久的凶犯 在外地出现 王林等人 不得不立即动身去追凶 于是 福安命案 中途一人 交给了另一名 叫韩剑的警官负责 韩剑警官 因为这几年 工作成绩突出 马上就要调到 深江市刑警队工作了 调任手续即将办完 这将是他在 仁惠区大队办的 最后一起案子 黄大声刚刚得知 福安命案换了人 当他听说 换的是 韩剑的时候 不仅喜上没上 黄大声跟韩剑的交往 颇有渊源 他曾经多次跟踪 报道韩剑侦办的案子 偶尔 当案情山穷水尽之际 黄大声还能勇敢地 插一句 在旁边支上一招 这种支招 有的时候也的确创造出 出其至胜的效果 令韩剑大呼佩服 黄大声这段时间 正负责对福安命案 做深度跟踪 主编指派他 对案子的侦破全程记录 日后整理成案件 计时 在报上发表 黄大声想 对下好了 有了韩剑 那片计时 肯定能够妙逼上话 黄大声今天算是来着了 在警队 他正在跟韩剑热火朝天的 讨讨讨论着案情 那个电话就打了过来 来电这指名要找 唐凯那个案子的负责人 说是有重要的线索报告 韩剑用几分钟时间完成了电话 激动的对黄大声说 新线索 去吗 黄大声赶忙背包跟上 打来电话的 是唐凯和夏楚荣 那个小区的一个老太太 这位老太太六十多岁 耳不聋眼不花 步履矫健 明察秋毫 专以掌握各类纠纷的 第一手信息为己任 他跟韩剑反映的情况是 他曾亲眼目睹 唐凯跟小区的一个保安 发生过冲突 就在唐凯死亡的四天之前 事后证明 这个电话至关重要 老太太说 那天晚上六点多 他看见唐凯下班回来 正在小区的公共车位停车 有个保安过来告诉他 这个车位不能停 已经有人打过招呼了 让给留着 唐凯当即不悦 说公共车位 谁先来谁占 凭什么给他留着 保安说对啊 就是人家先来的 只不过人家先在家门口 卸点东西 卸完了马上就回来 唐凯说 那他要是三天都卸不完 车位还得给他留三天吗 保安说 你还是赶紧换个地方吧 省得待会打架 人家确实打过招呼了 唐凯说 要是这么的话 我两个小时之前 就已经跟上一班 保安打过招呼了 非要停 保安说 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不讲理 这句话激怒了唐凯 他下车 就要跟保安动手 在众人的阻挠中 他朝保安的当下 猛踢了一脚 还给了保安 一个大耳瓜子 据老太太反应说 保安被拉走的时候 脸色非常难看 眼睛都红了 一定是在心里 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老太太还说 刚听说 唐凯被杀的时候 他没往这方面想 但这些天 他忽然发现 那个保安不见了 再没有在小区里出现过 这才觉得不对劲 所以赶紧跟公安同志 汇报这个情况 希望能对破案有帮助 韩剑和黄大声来到了小区 直奔物业办公室 一打听 两个人都大吃一惊 那个保安叫沈明复 是上个星期五 跟物业公司提出的辞职 然后又占了两天岗 便不知去向 最关键的 是他下最后一班岗的时间 星期日十点钟 这也就是说 此人在唐凯被杀的四天前 跟唐凯发生了冲突 两天之后提出了辞职 接着在唐凯被杀的当天 站完了最后一班岗 便消失无踪 而他下岗的时间 刚好是唐凯死前的半小时 并且他至今未曾露面 物业公司的经理 当着韩剑的面 给沈明复打了电话 手机关着 经理告诉韩剑 沈明复曾经跟别人提过 说要去一个什么写字楼当保安 但没说具体的地方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星期五他应该回来 因为公司还欠他半个月的工资 没开 定的是这星期五补期 据经理说 沈明复的特点是 他爸爸的命可以不要 但是工资欠一分也不行 从物业办公室出来之后 韩剑和黄大声 又敲开了夏楚荣家的房门 这个时候 距离夏楚荣和周宇楼 在歌厅分手 已经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重新回到了悲伤的寡妇 面对韩剑的问话 唯唯作答 滴水不漏 只是当黄大声开口 跟他问好的时候 他暗自一惊 夏楚荣耳朵敏锐 他当即听出 黄大声 就是那天在福安饭店里 喊周宇楼的名字 险些推开包房的门 脑袋被他打开花的那个人 韩剑问起了 唐凯和保安的冲突 其实夏楚荣 并不知道这件事 那段时间 他正和唐凯非暴力不合作 两个人一句话也不说 但是夏楚荣应付得真好 他告诉韩剑 那天唐凯的情绪是有点反常 他反复问了几遍 唐凯也仅仅是说了声 跟保安吵了架 没再说别的 夏楚荣说 唐凯这人就是这样 有事憋在心里 像个闷葫芦一样 说着说着 夏楚荣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他楚楚可怜地追问韩剑 何时才能抓住凶手 其实几天前 夏楚荣就已经给警队打过一个电话 询问案情的进展 还委婉地提出 最好能快一点破案 丈夫的父母 马上就要从南方回来了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 儿子去世的消息 最好等他们回来的时候 凶手已经落网 也算是对老人的一点安慰 韩剑和黄大声 在夏楚荣家里待了半个多小时 他们从他家出来的时候 周宇楼正和蒋丹一起 走进福安饭店 周宇楼被夏楚荣已经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总是像幽灵一样 猝不及防地出现在周宇楼的周围 面前 让他无处躲藏 以至于彻夜失明 失心不破 当夏楚荣说出那个 让周宇楼取他的请求时 周宇楼知道 麻烦来了 周宇楼的心情 怎么能好呢 就在今天下午 夏楚荣的恶毒和魔症 轮番倾斜在他的面前 而现在 他又必须得像个没事人一样 走进这个让他倒了大霉的地方 还好 朋友定的包房不在一楼 晚宴的气氛还是相当热烈 这也是婚礼之后 周宇楼第一次放肆地喝酒 只是来这之前 他想都没想过的 但是朋友的热情终于感染了他 让他暂时从郁闷中抽离出来 在和朋友们好饮碰碑时 他劝自己 既然现实已经如此不堪 那为何不干脆来他个一醉方休 得乐其乐呢 谁知道明天的我 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 但是这顿饭 也注定是吃得不平静 就在周宇楼喝下第三瓶啤酒的时候 一个服务员进来说 请问哪位是周宇楼先生啊 外面有个人找您 周宇楼起身告退 推开包房的门 然后 非常非常意外的 他看见了路途墙 周宇楼已经有一年半没有见到路途墙了 一年半之前 他一共跟路途墙见过两次面 一次是他携杜妍请路途墙吃饭 第二次就是他目送路途墙携杜妍离开 那是他刚和杜妍办完了离婚手续 在民政局的门口 路途墙的离婚手续 是在那之前一周办的 听说路途墙的前妻颇有背景 并非等闲之辈 但是路途墙 毅然弃之如碧吕 转身和旧爱 投奔心生了 周宇楼愣了片刻 把包房的门关上 路途墙走上来和他握手 他也把手伸了出去 你好啊 没有打扰你聚会吧 路途墙问 没有 我知道这样可能有点冒昧 其实呢 刚才你一进饭店 我就看见你了 我一直在想 要不要上来 跟你打个招呼 路途墙不太自然地笑着笑 我斗争了半天 还是上来了 我和杜妍听说了你结婚的消息 在之前就知道 我们也考虑过 要不要去参加婚礼 但我想我们肯定是不受欢迎的人 所以 我这回也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以我和杜妍的名义 祝你新婚快乐 说完路途墙再一次伸出了手 周宇楼也再一次配合了他 谢谢 关于我和杜妍的事吧 一直都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 但是 真的对不起啊 希望你别记恨我 祝你和你的妻子幸福 都是过去的事了 别提了 那 如果有可能 希望我们还是朋友 我下去了 再见 路途墙说完转身就走 周宇楼 倒真有些被这个男人的坦白感动了 他叫住路途墙 海宁 过得好吗 很好 你放心 我一定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那么对待海宁的 他跟我 相处的也很好 不用管你 另外 要是你想女儿了 就随时过来 或者把他接过去 我们都没有意见 看你方便啊 我走了 再见 路途墙走了 周宇楼的心里 五味杂陈 路途墙 这个一年半之前 被自己视入叩仇的名字 一年半后的今天 居然会在自己的心中 荡漾起一丝温暖的波澜 当两个男人 大大方方的 面对面的站着 为多日前的那个故事 做个尾声的时候 却仿佛那故事 根本就不曾发生过 周宇楼想 时间是多么奇妙的东西 没有时间解决不了的事情 误会可以化解 痛苦可以退却 仇恨也可以消散 那么眼下呢 夏楚容呢 时间会在他的那个段落 为这场噩梦划上句号呢 在即将开门回包房的时候 周宇楼站住了 他侧过头 目光投向走廊尽头的 安全楼梯 一周一前 他就是从那个楼梯 飞奔上楼 战战兢兢地 完成他的婚礼的 忽然 一股冲动 在周宇楼的脑袋里 钻了出来 他也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想的 或许是三瓶 啤酒的作祟吧 或者是夏楚容的魔症 辐射了他 总之他没回包房 而是转身 向安全楼梯 走了过来 周宇楼走到一楼 一楼没有别人 走廊里亮着昏暗的灯光 两侧的包房房门紧闭 安静地 如同坟墓 空旷地 如同荒城 富安饭店 已经停止了 这个区域的营业 并且决定赤字百万 对这部分进行装修 其实这项工程 早就被饭店 列入了计划 只是那桩命案 大大提前了 开工的日期 做饭店的 必须要通过 这样的方式 冲淡命案 对声誉带来的影响 因为黄大声们的报道 让他们苦不堪言 慢慢地 周宇楼走到了 那间包房的门前 他站下 紧盯着房门 仿佛透过那块 深红色的雕花木板 可以重现一周前的 惊悚的命案 这时候周宇楼终于明白了 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那是一种伤口 被撕裂的快感 他需要在剧痛里 收获满足 在噩梦中轰然释放 透过门板 他仿佛看见三个人都在 还有那段情节 但是这段情节 被新添了一个震撼的桥段 那就是他周宇楼 拔下了唐凯身上的刀 转身猛地刺进了 夏楚容的胸口 一次 两次 刀拔出来 再刺进去 鲜血磐波飞溅 他身上血污成灾 但是他周宇楼神采飞扬 双眼放光 在夏楚容迅速飘远的生命旁 肆意狂笑 最后 他叼转刀头 把刀尖对准了自己激动的心脏 他发出一声哀号 咣当一声倒在地上 表情凝固成永远的微笑 仿佛看见 天使在飞翔 周宇楼真希望一周前 发生在门板后面的故事 是这样的结局 要真是这样 那就一了百了了 不会像现在这样 生死两难 有时候 时间 只是在积累痛苦的分量 当周宇楼 重新回到楼上的时候 朋友们都责怪他离开的太久 当即罚酒三杯 周宇楼一饮而下 掌声疯狂响起 其实还有一个细节 体现了上天 对周宇楼的关怀 但是周宇楼却不知道 那就是 当他走下安全楼梯 出现在一楼走廊的时候 警官韩剑 刚从走廊的另一侧 通往大堂的那个出口 离开这里 韩剑从夏楚龙家出来 回警队换上便装 就来到了复安饭店 他知道 有时候凶犯 经常会在作案之后 重返现场 接手这个命案以来 韩剑已经悄悄地 来过这里几次 这回他待了半个多小时 希望能够发现点什么线索 可惜 他早走了一步 宴席结束 已经是十点多钟了 周宇楼满脸通红 走路打晃 但神志还算清醒 蒋丹也喝了不少酒 其实蒋丹是很有酒量的 这天人们对新娘子的调戏 更让他超常发挥 在出租车上 蒋丹的话一直不停 兴致勃勃地 跟丈夫回味习间的场面 周宇楼洋装喝多了 并不回答 后来他干脆闭上眼睛 直到蒋丹说了一句 宇楼 我知道你刚才离开那么久 是干嘛去了 周宇楼心里一惊 连忙把眼睛睁开 我干嘛去了 你 你去吐了 对不对 哎呀 哪儿啊 周宇楼松了一口气 蒋丹倒是舌头都硬 肯定是 你肯定是开始 喝得太急 招架不住 在包房的卫生间里吐 又怕被人发现 所以就出去吐了 对不对 哎呀 真的没有 是一个老朋友 多年没联系了 我俩进去的时候啊 他看见我了 没感染 所以就啊 哎 司机 停车 出租车猛地停住了 怎么了 蒋丹吓了一跳 周宇楼没有回答 目光盯着车外的一个地方 蒋丹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也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路边 月光下 两个人手挽着手 漫步虚形 是周宇婷 和冯泰 周宇楼 走下了出租车 周宇楼不知道 在这一段时间里 当他在夏楚容的漩涡中 痛苦挣扎的时候 一段甜蜜的恋情 正在悄悄地展开 冯泰是在婚礼那天的傍晚 给周宇婷打的电话 冯泰不认识夏楚容 但打电话的说辞 却和夏楚容惊人的相似 那就是能答应我最后一个要求吗 能见最后一面吗 这大概是人类共同的绝杀了 当然 周宇婷答应了冯泰的这最后一个要求 见了面 尴尬 道歉 解释 说服 回忆 展望 思思柔情 浓浓爱意 海枯石烂 生死不渝 终于阴霾冰势 终于云开日出 宇婷破题微笑 逢太欢欣鼓舞 杜尽结果爱人在 相逢一笑 民安愁 勇敢的人才能宽恕 宇婷本来就不懦弱 他们和好了 说到底 周宇婷觉得冯泰的那个谎言 不是道德问题 就像冯泰对周宇楼说的 他没说他是深江市长的儿子 也没说他是腰缠万贯的大款 他把自己装扮成农民工 那只不过是心路历程的 另一种演绎方式罢了 当化解了受骗的心结之后 周宇婷反而觉得 冯泰的那股 思思入寇的工地人生 很有味道 一去独特 与众不同 更令他深化了 对冯泰的好感 两个人说好 恋爱暂时在秘密状态下进行 等到合适的时机 再让周宇楼知道 不知道今天晚上 算不算是合适的时机 走到他们身后的时候 周宇楼轻轻地叫了声 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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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能理解我们 希望你能理解我们 我们都是真心的 我会娶宇婷的 是的 哥 我们都已经想过了 真的 真的 周主任 哥 周宇楼突然打断了周宇婷和冯泰的强摆 好了 都别说了 他转过身 对冯泰说 冯老师 你不用这么紧张了 宇婷是大姑娘了 她想和谁在一起 完全可以自己做出 说完她转身像妹妹 宇婷啊 今天去学校试奖 效果怎么样啊 怎么也不打电话说一声 我 我讲的 好了 明天回家吃顿饭吧 你嫂子刚才还念叨你呢 冯老师 你有时间 也来家坐坐啊 等等 我们走吧 说完 周宇楼拉起奖单就走 撇下周宇婷在后面 小声的嘟闹 我讲的挺好的 这一路上周宇楼都阴沉着脸 一言不发 奖单想劝劝她 也不知从何说起 其实与其说周宇楼 是在生妹妹的气 还不如说 她是在跟自己呕气 十来天了 自己又做了什么呢 有没有真正的 关心过这件事呢 有没有耐心的 开导过妹妹呢 也许正是因为 家庭的冷淡 才会让周宇婷 盲目的和冯台 这种人走到一起了吧 到家楼下的时候 周宇楼仍然愚怒未笑 走进楼道时 蒋丹有点憋不住了 你待会儿就想这么睡觉啊 你不怕一觉醒来 脸变长回不来了 周宇楼扑斥一声乐 蒋丹借机劝她 哎呀 我说你也别太较真了 雨天也是大姑娘 肯定有自己的判断 她还能看着火坑自己往里跳啊 哎呀 是啊 周宇楼长叹一声 大姑娘了 可是我这个当哥哥的心里 突然 周宇楼不出声了 那一刻 她真像是在做梦 因为在楼道里 她看见了一个人 正微笑着 迎面朝她走了过来 夏楚容 这回周宇楼可真要失态了 周宇楼失态了 严重失态 在意识到迎面走来的人 确实是夏楚容之后 极短的那一刹打 她拔腿想跑 可是刚一抬脚 就绊倒在楼梯的台阶上 整个人狼狈地趴在地上 可能是酒精让蒋丹变迟钝了 再加上楼道里的昏暗灯光 她一点都没有意识到 丈夫的摔倒 和前面的那个女人有关 她蹲下身 心疼地问周宇楼有没有事 试着拉她站起来 还不忘数落着 真不该让你喝那么多酒之类的话 正在说着的时候 蒋丹忽然发现 身旁立着一双脚 她抬起头 夏楚容就站在她的面前 一动不动地看着她 蒋丹意识到 是自己挡住了别人的去路 赶忙闪身 对夏楚容说 哎呀 对不起啊 我丈夫喝多了 没吓着你吧 没事 好好照顾她吧 夏楚容说完 朝楼下走去 脸上始终挂着 那样的笑容 如果想要给精心吊胆这个词 安排一个最合适的地方 那不用说 就是今天晚上 周宇楼一夜都没有合眼 令她懊恼的是 自己为什么会又一次低估那个女人呢 而又恰恰又吃到了低估她的亏 其实自己完全应该想到 下午在歌厅分手的时候 夏楚容会打上一辆车 偷偷地跟在后面 轻而易举地 知道自己住在什么地方 现在她走了吗 还是一直在楼道里 还是就站在房门的前面 她到底要干什么呀 蒋丹的沉沉睡衣 丝毫都不能感染周宇楼 她捏手捏脚地走出卧室 把眼睛贴在门镜上 看到空荡的楼道之后 才可稍稍安心 可是过了才没一会儿 她就又得下床 如法炮制一番 一夜里 她这样折腾了无数次 幸亏酒精让蒋丹睡得极深 才没有察觉到丈夫的异样 天光微亮的时候 周宇楼才稍稍闭了会儿眼睛 然后继续在梦中 重复着门镜前的动作 景观韩剑经过一番周折 终于将目光锁定在一个人身上 因为这个人在之前 笔录上的一个小细节上 撒了火 本天会尽用户子 感变成费 根本不停 相当地 怎么想得到 空草 靠几下 强 稍微 速度